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頒布30週年前夕 中心社記者獨家專訪了全國政協副主席 香港特別行政區前任行政長官梁振英 回顧起草階段 梁振英向記者描繪了30年前 一場令他印象深刻的活動 因為基本法它就是規劃了香港的未來發展 1988年香港基本法正處於廣泛諮社會期間 時隔於30年 梁振英仍記得那些畫作裡的海港城市 由維多利亞港分隔兩岸 遠眺屆是高樓聳立 稚嫩手法描摹出的都市面貌 令他聯想到穩定繁榮 這一香港普羅大眾的美好願景 我們那時候講的最多的四個字是什麼呢 就穩定繁榮 穩定繁榮 就我們求穩定 求香港繁榮 所以剛才說我在這個韓國畫的圖畫 也是穩定繁榮的一個體現 這個其實很有意思的一個是什麼呢 這四個字啊 我們當年提了這麼多的四個字 也是今天越來越多的香港市民提出的一個訴求 要求穩定 要求繁榮 香港基本法第一版徵求意見稿 由全國人大審議通過 時任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的梁振英 在香港的辦公室守在坐機前 等待北京會議現場的副秘書長馬力 傳來最新消息 那時候手機啊電話通訊都沒這麼方便 他就來回跑 每通過一條就打電話給我們 或者是通過的時候有什麼修改 他也打電話回來 然後呢我們就馬上在辦公室呢就修改 就馬上拿去印刷廠做修改 我們爭取呢第二天中午午飯之前 他也能夠把接近100萬份 徵求意見稿的文本放在銀行的櫃台 委託香港900多家銀行的分行 由他們來派發 草案徵求意見稿即草案 兩版草稿分別於1988年1989年先後出台 出台後在全港開展了大規模的諮詢工作 梁振英評價起草諮詢過程 不僅在中國歷史上 即便在世界歷史上都值得大書特書 那兩次全港性的諮詢工作 應該說是香港刺激為止 還是最廣泛時間最長 動員的人力物力最大的兩場諮詢工作 就《基本法》的160條 它的整個起草過程 是嚴謹的、科學的、民主的 而且是細緻的 花了五年時間內想想 有哪一條法律 有哪一個國家的憲法 或者香港這樣的我們叫小憲法 經過這麼長時間 動員這麼大比例的人民、市民來參加這個工作 梁振英回憶 在廣泛諮詢社會意見的同時 有一個規劃之外的收穫 就是將一國兩制方針具體化 是1997年回歸之後的香港形象化 同時在內地改革開放的時代背景下 驅散了籠罩大眾的焦慮氛圍 更引得早期一批因前途未明移民海外的香港人 拼拼回流 在梁振英看來 凡此種種足以佐證香港基本法至於香港社會 又如定海神針 九七之後 有不少想回來的 包括我有些老同學 他說我也想回來 但是現在香港房價太高 而且有些很不好彩移民到某些國家 把香港的房子賣了 用香港賣房得到錢在當地買了房子 然後很不好彩當地的房價下跌 向了房價上漲 更不好彩當地的壁值下跌 香港基本法邁入30年 當年於沙田馬場 以畫筆遙想未來的那一代小朋友 已踏入不惑之年 成為掌握城市命脈的主人翁和中流砥柱 他們之中 少數人激進的手持汽油袋 投擲向得之不易的法治價值 梁振英認為 近年社會爭議與政治風波疊起 從側面說明香港基本法教育宣傳 未能扎實地深入民間 由此產生意知半解 誤讀甚至故意曲解 我關心的到底老師是怎麼教的 一個就是老師有沒有在教學的過程當中 加入了他一些個人的 尤其是一些偏頗的看法 另外就對教師隊伍當中絕大多數老師來說 到底他們是不是已經充分掌握 我們必須追究嚴懲 在學校裡面給孩子洗腦的一些老師 人數不多 但是他們的破壞力很大 梁振英認為只有將立法背景 依據條文之間的差異了解透徹 才能融會貫通 而這將是一項長期的持續的工作 他形容針對青少年的香港基本法教育問題 既簡單又嚴重 但對年輕人並不灰心 每個社會啊 每個年齡層都有沉默的大多數 我接觸的沉默的大多數的香港年輕人 他們是對國家有感情的 他們是以作為中國人這個身份 所以我們國家的不斷的發展 不斷的進步 他是感到自豪的 所以我說面前我們現在年輕人 他們怎麼把他們愛國之心 包括之前把他們引領出來 我看這個是我們的工作 不是他們的事情